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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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娜莉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那句话就在画里 你看了就会明白哦 可是只有一朵花 跟一个爱心而已啊 哪里有画啊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一个人一定能帮我 我们去找他 镇修文物修复中心 在2005年成立 同整国内外的文物修复技术 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修复体系 这里有各种专业的艺术品 检验仪器 并依照材质的不同分为 油画修复 芝池修复 器物修复 以及织品修复 看来我想破解这个画中画的谜题 来这边这没错 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前几天收到这幅画 我同学说里面有一句话要送给我 可是不管我怎么看 我都只看得到画 看不到画耶 那我们看一下 这很简单 我们只要用灯照一下就可以了 走 我们去看一下 那里这里就是我们要帮你画呢 解密的化学分析的浅知识 那这个地方呢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化学分析的老师 团队老师 这是纳利益她朋友送她的作品 听说里面呢有一句话 可能要麻烦你这边帮她想办法呢 把它解开 我看一下 不然我们就用红外线来试试看 看它里面有什么秘密好了 那这个就交给你处理了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 拜求你了老师 我真的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红外线呢可以看到它后面 到底有没有铅笔或碳笔留下来的痕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吧 这一台是什么啊 这一台其实是照相机 但是我们一般的照相机 它没有办法拍到红外线的影响 那只有这一台可以 那我们要怎样拍到红外线呢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光源 然后用红外线照射它之后 接下来再透过这个神奇的绿片 可以压压的 它把所有的可见光都挡住了 然后让这台相机 只能接受到红外线的影响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吧 好 那里那里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这样 那看来是有人在跟你告白了 老师这个相机好特别 那里看不到的 这里都可以拍到 应该故意插开话题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你还有遇过什么话 跟我的这一幅一样 里面都常有秘密呢 说秘密倒也不至于 不过呢 在我们以前的检测的经验里面 那台湾仙辈画家 陈琛坡先生的画 他其中一幅小弟弟 后面就有藏着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秘密 那我们可以去看吗 走 我带你去 这边就是我们的X光拍摄室 然后这张图 你仔细看 看里面有什么呢 有 一个小男孩 那其实这张图呢 就是仙辈画家 陈琛坡先生的作品 然后在这个小男的 背后我们透过X光 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画桌 在里面 那我带你去看看 好 你看 这一张就是刚刚那张 小弟弟他的X光图 你仔细看 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好像有一个男人的轮裤 他的手在这里 对 这边还有一把刀 有看到吗 刀 对 所以在小弟的后面 他其实是站着一个勇猛的男士 然后生日拿着一把刀 当初是怎么发现这一幅画 下面还有另外一幅画的 所有的艺术品拿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都会先健康检查一样 所以艺术品拿来的时候 会像刚刚我们拍的红外线 然后这边拍的X光 那另外像紫外线 或者是立体行为镜等等 我们来检查他所有的状况 这些资料给修复师 再让修复师 他们去决定要怎么修复 那你们还找到了哪些 跟这幅画一样有 画上面叠了另外一场画的作品呢 你看这里 我们墙上刚好有两幅画 左边它是彩色的 它棒横的对不对 那右边是黑白的 那这一张它就是 左边那一张的X光 它是先画紫的之后 然后再去画横的 你仔细看 这画座的右下角 是不是有像跟栏杆一样的 这个 对 那就是在 对 就是左边那一张的上面 右上角 所以它是右转的90度 那你 那你体验了这么久 有没有想要到 我们中心的油画修复部门去看看呢 有 有喔 那接下来我带你去找李老师 那他带你去油画部门 这里是我们的油画修复师 那接下来呢 你在这边跟我们的修复师了解一下 油画的修复 是我们修复师婉真 嗨 我是哪里 你看因为我有事 你们就先了解一下 先 这幅画怎么了 我知道了 它这里跟这里有点脏掉了 然后这里也破掉了 那它脏掉的部分 可以用抹布擦吗 当然不可以啊 以这幅画来说 它需要用棉花棒很小心的清洁 才不会伤害到它 像我们画一般进来之后 我们就会拍照 然后印出来 你看 我们有帮它开一份病例表 病例 对 我们的画作上面 我会标示 比方 髒污的字痕 我会画出来 还有像破洞 缺湿 还有刮痕 或是白化 全部都会标记出来 然后有这个病例表 知道它有什么问题之后 我们就会送到我们楼上 化学分析 那这样整套做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帮它修复了吗 我可以带你去体验看看 好 走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进入修复填土的步骤 所以换成这幅画 我们修画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SOP 要看这一张画送进来 它的状况就决定 基本上文物接触的话 也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 所以今天我们选了一个 安全又容易做的 填石膏让你体验 这是我们已经融好的 土皮胶 然后就是浮高粉 为什么要调石膏啊 看那个画 它缺湿 它的颜料层不见 它会跟旁边还在的颜料层 会有一个高度的落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落差 补起来 然后塑造它的肌里 好 才可以全色 一点点就好了 有点两个 首先将石膏粉 与土皮胶均匀混合后 小心翼翼地用刮刀 将石膏填补在凹洞处 并等待石膏凝固就可以相色咯 稠稠的 稠稠的 我们这个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现在只是先让你体验看看 调胶的感觉 用一点点 像这个缺湿的部分 直接 我们要往四周 稍微压平 才会有空气 石膏填好以后等它干 我们再做一个修饰 把它旁边的肌里连接起来 然后边边清洁干净 就可以全色了 我们现在进入全色的阶段 那这个是直接画上去就好吗 对 我们是用水性的颜料 那为什么不能用油性的 我们基本上全色的部分 修复来说是要可逆性 所以我们用水性颜料的话 之后如果有一天 它又有需要进入第二次看病的时候 以后的修复师它就会很容易拿掉 这就是可逆性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窗边 这样子不会太亮吗 全色如果采用自然光是最好的 就没有色彩 如果说这一幅画 它在自然光下补色 它移到其他的空间 它可能是冷色系 或是暖色系的光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有影响 通常就只全色 要全色多久 全色多久 要看它受损的程度有多少 那现在是这一幅画 大概两天左右吧 这幅画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了 我在这边工作 八月份就满十四年了 工作这么多年 你遇过最有挑战的工作是什么 修复已经被修复过 而且是修坏的作品 它如果说它今天的材料用的是不可逆的 那我们要拿它拿起来 是不是很费力 那就是第二次的伤害 而且它的颜色本来是应该要留下的颜色 可是却被人家洗不见了 我们怎么变回来 就是变不回来 那要来这里工作 是不是要对色彩很敏锐 因为我看你刚刚调色都调得很准 要当一个修复师的话 如果你不是修复系本科毕业 要接受培训的话 一定是要美术相关科系毕业 才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耐心 耐心 对 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修复画的时候 我们一坐下来的时间就会很长 有些时候它一样的动作会重复很久 如果你坐不住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了 那丽 你看我现在在干嘛 现在我们要拳的这个地方 它的缺失它是绿色系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模拟出它旁边的颜色 调出来 划上去 那为什么一直要像是这样子用点的 为什么不直接这样涂 直接用涂的 你有可能会涂到外面 没有缺失的部分 我们修复全色 你只能全色在填有白色石膏的部分 那它的面积也是很小 我们当然是很小心的 很细微的点在白色石膏上面 那丽 今天的油画修复体验得如何 还蛮好玩的 对 我刚刚发现了那个石膏在我手上 那个感觉触感很特别 我觉得很有趣 你知道吗 我们修复中心不止只有油画的修复 我们还有其他的部门 那我现在带你去看其他的修复师吧 我先跟我们的修复师婉真说声谢谢 拜拜 谢谢你 谢谢 那丽 这里是我们的陶瓷修复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陶瓷修复有什么好玩又有趣的事情 好 走 那丽 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陶瓷修复师文静老师 嗨 嗨 你好 她会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陶瓷修复呢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好 那你再慢慢体验 好 老师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调胶 然后准备要把这两片碎片黏回到陶瓷上面去 那这样子的胶水这样黏的 是有我们一般用的胶水吗 不是 因为我们在陶瓷修复的时候 希望它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修复陶瓷时 有陶瓷专用的修复黏着剂 一个像是这样子的陶瓷大概修复需要多久啊 每件陶瓷的修复需要的时间不太一样 以这一件的状况来讲我们连回去之后 然后再做填补全色 还有最后我们右面的光泽的模拟 这样做完的话大约需要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作品 好久喔 那是不是因为这一件物品非常有价值 所以让你修复了这么久 最近瓷器它的价值在于持有者对他的感情 或者是其他原因 那只要持有者愿意送来我们这里修 我们都会尽力地把它修复完成 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感情价值特别高的 我刚入行的时候 一个新竹的客户 他有一个很大的水缸 已经破非常长的时间了 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弟弟 大概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这张黑白的照片在那个水缸前面拍的 那个时候它破了之后 他爸爸用强力教把它修了 可是没有修好 那他爸爸离开之后 他觉得他爸爸如果这么重视这个画瓶的话 那再加上他跟他弟弟的回忆 他会觉得说也愿意来把它送过来修复 然后当我知道这些水缸它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除了有没有我们的用心程度的时候 也会觉得在他保留这个水缸的过程中 我们也帮他保留了很多的回忆跟故事 然后也一起参与在其中 那那个水缸它修了多久 那个水缸它修了一年多 因为它非常的大 好有意义喔 那您从事这个工作从事了多久了 我已经当九年多了 您当修复师当了这么久 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 参与物件主人对他欺负的故事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包含物件主人的感情 它使用的痕迹 像这样用的东西它破了 它可能如果丢了记忆就随着离开了 那我们帮他把欺负回复之后 延续了物件主人在这个器物上 所留存下来的记忆 那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感动的部分 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修复的其实不只是器物 还有器物持有者的心 这群文物修复师透过专业的修复技术 重建了受损的文物原貌 透过他们的双手 保留了珍贵的文化及回忆 那老师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到这里工作 其实主要就是有看到说 台湾有很多的艺术品或是文物 都急需要修复 那一来就是说 在人才的培训上 它是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说 很多的修复都是 从国外进来的一个修复技术 或是修复材料 但是这些材料或是技术 不见得就是适合台湾的气候或环境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适合台湾的修复体制 那在我们平常会做一些 像手工艺啊画图上面 有没有什么保护上的建议 小朋友的作品呢 常常会出现一些卷 或是不小心识破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些常见问题的话 比如上卷的话呢 我们就会希望是说 你可以用物理性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你的作品摊平 然后在上面呢 找一些比较重的书籍把它压着 那这样可能隔了一天之后呢 它就会变得很平 那如果说有不小心试到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你再去找小纸张 然后用胶水或是浆糊去把它黏起来 建议不要说去使用 双面胶或是胶带 胶带类的东西 它通常都会比较酸 所以呢它贴完之后 未来就会出现残胶或是黄化的问题 你说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属于纸类的一个修复 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类类的包含书籍啦 包含照片啦 包含艺术品的话 通常都是在我们这个空间做修复的 从小我就很喜欢古代文明的东西 我觉得用自己的双手修复受损的文物 或是他人珍藏的物品 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希望未来的我也能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师 和李老师他们一起来守护这些文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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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